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地人是如何保住 传承了几代人的老口味呢 通过六个月才能成型 这是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下下去 要通过这个曝晒啊 包括发酵啊 我闻起来 有一股那种酸酸的 好像有点酥酥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 是不是啊 对 而且现在是黄色的 这旁边也是都刚下的这样吗 对对对 这个是今天的 这个是一个星期的 一个星期啊 一个星期它色就变成了褐红 你看 这个就已经变成黑色 这是多长时间的 这是三个月以后的了 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已经没有刚才那种油油的感觉 而且它现在已经完全凝固在一起 就这个东西既可以就是说 当酱站着吃 还可以炒菜用来用 这种发酵工艺 从清朝道光十年 也就是公元1830年开始 有一位四川人带到这里 此后就一直没有改变过 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蚕豆酱 成为几代安庆人的老口味 从祖先开始到我们这一代人 一直都传承着这个传统记忆 一直保留着这个老传统 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工艺啊 如果你用新的操作啊 就做不出来这味儿 你懂了吧 那个如果说我们咱们是肝 这是晒酱 如果咱们用不锈肝晒酱 这两个味道 那为什么要用这种缸呢 这个缸呢 那个透气性好 容易发酵 咱们这个酱就是 你用这口缸 你做这个酱 吃这个味儿 你再拿一个新缸过来做 味道都不一样 应该是这种罐子 腌得最好 最好 然而传承到今天 工艺虽然没有改变 但老口味却面临着挑战 挑战之一 就是来源于原料的变化 特别是猪肉残豆酱 国外引进的瘦肉型品种的猪肉 代替本地猪肉 成为市场上主要的猪肉产品 猪肉残豆酱的猪肉原料改变了 口味也就随之改变 许多人不适应这种变化 抱怨他们丢掉了老一辈的船长 为此他们需要找到一种 能够重拾老口味的猪肉原料 那我们要是做酱的话 基本上是用的猪肉的哪一部分啊 纯色肉 那是不是说 那我们这个酱 这两种肉其实都会用 对 都会用 这个咱们这个 现代的这个 外地的猪肉的 咱们是用 这口感是更现代人一点 是两种风味 这个是老风味老口感 咱们就用本地的老猪老产品 就是适合于不同人的口味 那从价格上来讲 那这两个呢 这两个酱的区别呢 那个酱的那价格 那个也要高一点嘛 这个还是会高一点啊 对 它成本就高一点了嘛 案板上分别放着 国外引进的瘦肉型猪肉 和一种叫六百猪的本地猪肉 从外形上就可以看出 这两种猪肉的区别 六百猪的猪肉肥胶很厚 色色鲜艳 而国外引进的瘦肉型猪肉 肥少皮薄 颜色较浅 师傅您看啊 我看这儿有两种这种肉 那你们在切的时候 就是从你们的刀方上来说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就是那种肉呢 相当于那里面的那个肥的 或者那个筋的 这个那个白色的那个筋脂肪 那少一点 如果的话对于操作来说呢 肯定是少的 我们对我们好多做 但是从实感上面来说 就口味啊 还是这个东西这种口味 还是这种本地煮 哦 就是您摸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什么 对 能感觉到一点 哦 这个是更加细一点 更加软一点 对 对 对 那是不是切起来更加顺滑一点 顺滑一点 对 对 那这个就是稍微 就是比这个肉稍微有点粗糙 粗糙一点 哦 那您有吃过这两种肉 做出来的酱吗 嗯 我们的话肯定是吃过的 您那肚子肉多吃一块 要尽量它品尝 嗯 那品尝起来品尝呢 品尝起来 如果那么单从口感上面的肉 还是这种的那个味道鲜一些 采访过程中所说的本地猪 就是生长在安庆山区的当地土猪 六白猪 许多人把猪肉味道的变化 归咎于给猪为人工饲料的结果 但实际上是猪品种变化导致的 许多地方中国本地土猪品种迅速减少 甚至到了濒临灭绝的程度 当我们驱车来到安庆市太湖县的时候得知 安庆六百猪全世界只有一千多头 当地建立起六白猪人工养殖基地 这种中国本土猪种的种群数量才逐渐增加 在养殖基地 我们采访到了研究猪品种的专家张伟利 应该说是地方猪种比熊猫还珍贵 实际上比熊猫还熊猫呢 因为我们现在吃的猪呢 大面上吃的猪呢 基本上都是洋猪 像这个安庆六百猪 全世界只有安庆地方 这个地方有这个安庆六百猪 有多少头啊 它在最危险的时候都不到500头了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呢 它又上千头了 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猪有什么地方猪啊 还有羊猪肉 这个羊猪肉是什么概念啊 羊猪肉就是进口的羊猪品种 就是外国人培育的猪种 地方品种呢 就是我们祖传的中华民族5000年养猪历史 传下来的 这叫地方品种 中国的地方品种生产成本呢 略微要高一点 因为它饲养周期长 一头猪从生下来到上市 像这种猪吧 要一年左右 那羊猪呢 你如果养进口品种呢 从生下来到上市150天 所以它的成本不一样 就基本上是缩短了一半 还要做的时间 对对对 这种猪叫六百猪 顾名思义 就是这种猪有六百 四提白 尾巴白 鼻子中间还有一道白 由于中国本土猪生长周期长 成本高 国外引进的瘦肉型猪的猪肉 成为市场上销售的主要产品 中国本土猪种面临灭绝的危险 长期培养起来的猪肉老口味 也将随之远去 为了保护中国本土猪种 许多地方成立了本土猪种人工养殖基地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的这个养殖基地 集中了绝大多数安庆六百猪 因为数量稀少 纯种六百猪的基因延续 一度成为难题 自从养殖基地建立以来 分散在山野中的六百猪被集中保护起来 它的繁育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为了更好地培养出健康优良的六百猪 基地的工作人员 需要对刚刚出生的小猪进行体检 我们工作当中经常要抓小猪检查它 心跳 呼吸 但是你抓小猪呢 这个母猪它是不干了 那么现在有一种方法呢 可以很巧妙地把小猪给抓出来 工作人员为小猪做体检时需要特别小心 必须等到母猪睡觉的时候才能进行 一旦母猪发现有人抓猪子就会抱起伤人 但是你要抓尾巴那不会惊动那个小猪吗 不 小猪的尾巴低了起来的时候 它的神经膜稍比较麻痹 你如果炸肚子它立马就行 这样龙肩的脚优良的健康状况呢 它眼睛是清亮的呼吸不及就是了 这个小猪漂亮吗 漂亮 对 您的审美来说 看它太漂亮了 双眼皮看了吗 大眼睛 双眼皮 看美女是一样的 只要说你的大眼睛都好 给小猪做体检是一项非常讲究技巧的工作 我们的外景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但刚刚提起小猪它就醒了 幸好此时的小猪没有惊叫 母猪才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 胃农作物与胃饲料 对于猪的生长有很大的不同 基地周围种植的农作物都是六百猪的食物 特别是南瓜 对于提高猪的抗病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与进口猪不同 为了适应当地多山多水的地形 六百猪的体型独特 它们竟然可以像狗一样昂起头来 所以人们又给它起了一个笑天猪的美名 你看它这个生态特点就是既能抬头又能低头 这只有我们这儿的猪可以吗 这个是其中之一 你看它要上山要上坡要下水 这个头非常灵活 既能吃高处的 你看这吃高处的 也能吃低处的 这个颈椎非常灵活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和我们当地这个环境很有关系 你看当地是既有山还有水 就是需要拔山涉水 坡地 你看它头 你看那个头 头能抬起来吃树叶 在我们刚才在追 它刚才咬我 它刚才咬我的鞋 第一口不会咬人 第一口是试探 第二口才是真咬 你不要怕 它刚才咬我的脚尖了不过 你看刚才跑过来之后 它的速度特别的快 您刚才跟我说它跑的速度有多快 最快可以 瞬间可以达到30马以上 30马 30马以上 有这么快 比人的百米速度快 在安庆地区的山林间 600株如鱼得水 上山下河如铝平地 野外生存的600株 更能看出2000多年来 进化形成的种群特征 您看我们刚才一路走过来 看到了这个树林当中 有很多的植物 然后教授就跟我讲 这个猪什么都爱吃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它最爱吃的 它是猪再爱吃的 于师傅 您说这什么 叫羊叉藤 在我们家头话叫羊叉藤 羊叉藤 它们长了两个叉 所有的 羊叉藤 对 羊叉藤 这是当地的吗 还是就是其实在前面都没有 这个在当地比较多 当地比较多 它也爱吃这个 对 它是在爱吃的 猪只要带甜味它都爱吃 然后这个猪这个草有没有毒 人不知道它知道 它怎么会知道 它一闻就知道 是有毒的 它给你料下不吃 是没有毒的 它都给你扫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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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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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个芋头吗 你看 在这儿呢 等这个旁边这个 长出新芋头来了 那猪就是开始要吃了 现在它知道 现在还没有长 它就不来 那您的意思就是 它还知道季节 它能把地雷都给你闻出来 它地底下十公分以内的东西 它清清楚楚 在野外觅食的时候 600株灵敏的嗅觉 起到很大的作用 安清地区良好的野生环境 为600株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 水里的螺丝 田耿上的芋头 都是它喜爱的食物 就连道路旁的土 都成了它的美味 你知道吗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刚才小猪从那儿过去的时候 竟然一直在吃这个土 这个土你看起来是黄土 对于猪来说是营养 在这个摄像头 主要吃黄土还有红土 黄土和红土是含铁的 猪在生长发育的时候 它要造血 造血需要铁元素 铁元素从哪里来呢 就从这个土里头 这个土里头有氧化铁 那么它怎么知道 这个里面会有氧化铁 可以造血的营养 猪的它天性就能闻着 这个里头有我需要的东西 那除了黄土之外 我们当地还有其他土它会吃吗 还有河床里的黑土 黑土补充什么 黑土就是黑的淤泥 淤泥里头有维生素B族 我就很奇怪 这个猪它吃这个东西 它可以消化吗 就是它吃土 能消化 它怎么消化 靠什么消化 猪胃里头的胃酸相当厉害 这些东西到里头 胃酸都把它们变成可容性的东西了 就是它的身体是知道自己所需要这个东西的 它的天性就知道 像这样的土的话 猪一天能吃多少呀 这个根据猪的体重大小不一样 一般的猪大概要吃上那么四五口 一口大概就是这么多 它有感觉一天吃上四五口 这就是身体需要量差不多了 真神奇 你看我们看到的就这种普普通通的这种黄土 就竟然会把它当成食物一样吃 没有这东西还真不行 没有这东西猪长不好 还长不好 还真这样长不好 哦 乖 这样它很开心 猪最喜欢的人摸它 顺着毛 不要枪着毛 顺着毛 一个呢 一个是摸它的背 一个是摸它肚子 因为它肚子 肚子最怕痒痒 你摸它肚子它最开心 摸着摸它就躺下来了 这什么意思呢 叫你继续摸 我觉得好像很多动物都喜欢被摸肚子 你看我在家里的时候 好像摸小狗狗的时候 狗狗也是很喜欢被别人摸肚子的 哎呦好舒服哦 现在它就开心了 哎那小猪过来干嘛 那小猪意思是说你给我也 也摸摸 也摸摸 哎呦羡慕了 据张伟丽教授介绍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六百猪 于两千年前秦汉时期 人们看到的基本没有变化 今天的人们在吃猪肉的时候 往往飘肥减瘦 不吃肥肉 但在中国古代 普通人家往往吃不到肥肉 因为猪肉中的肥肉 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肥厚的猪肉可以炼制猪油 军队中的铠甲 铁器 以及弓弩上用牛筋制作的弓弦 都需要用猪油进行保养 从人体的新陈代谢来讲 需要摄入适量的脂肪 而猪肉的肥肉 并不是增加人体胆固醇的主要原因 每个人胆固醇的高低 和个人的体质 以及代谢功能等 有直接的关系 在专家的解释下 我们真正地理解了 那句挑选优质猪肉的老话 要吃肉肥中瘦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条白一条红 一条白一条红 它绝对不是一块红肉一片红 一块白肉一片白 它是一红一白 一红一白 插着长的 这样的肉到嘴里就是只容你口 不容你手 您看这两天您一直说的就是这句话 就说这种肉才会体会出那种感觉 所有的极品肉好吃的肉 它的瘦肉旁边都有一圈脂肪给它抱起来 就像嘉兴巧克力一样 这个中国地方猪像安清乐白猪 它的培育方向是按照中国人的口感培育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吃中国地方猪 它一吃就上瘾 您看这块小排 这个地方就是小排雪花肉 你看主要是在这一段 红白相间 非常的致密 颜色也非常漂亮 这就是高档极品肉 那除了这个地方还能看出其他地方是高档 那我们看这个安清六白猪的五花肉 这个五花肉可以切出七个层次 一红 两红 三红 一白 两白 三白 一皮 七个层次 清清楚楚 每一个红里头都带着雪花 红的里头有白的 白的里头没有红的 你看红的里头 有这个很细的这个白丝 这就是肌树间脂肪和肌内脂肪 这个味道 口感就在这个里头 而且这三层红呢 它是有轻重不同的 越往里越深 越往外也浅 但是总体来说呢 那就是红白分级 这就是高档极品五花肉的标志 您看啊 张教授今天给我们普及一个知识点 我们不是说五花肉吗 但是仔细数一下是七层 如果是再仔细观察一下特殊的部位 是一共八层 教授说了 这可是最关键的高档肉的标准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了教授说的这种红中玛瑙 白如青玉的感觉 而且呢 我们在细心挑选的时候 要看这种红肉当中呢 还会有这种白色的雪花 这才是极品当中的极品 年近七十岁的张伟丽教授 与猪打了一辈子交道 被同行戏称为安徽猪头 据他介绍 猪肉老口味最好的加工方式 就是用这种土造大锅 为此 我们特意请来了一位 九十岁高龄的老人 用土法烧制红烧肉 一个呢 是瘦肉呢 要软熟香酥 略带嚼劲 这个肥肉呢 要可溶 就是到你嘴里了 要化掉 这个皮呢 一定要粘 教授说了啊 这个皮里含胶原蛋白 所以电视之前的女士朋友 可以多吃一点 是不是 这个胶原蛋白可是真假 非常香 而且刚才我咬到这个 白白的这个猪油的时候 这个肥肉的时候 一点都不感觉到腻 是不是因为这个里面的 佐料加的也适当 所以特别提我 主要还是猪肉品种好 在张伟丽教授推荐的猪肉宴上 有一道菜令我们大开眼界 这种用来涮的猪肉 必须是猪身上最好的猪肉 大多数人会认为 猪的前腿或后腿肉 才是最好的肉 但是在张伟丽教授的现场指导下 操刀师傅却没有选取这两个部分的肉 而是掀开猪排 在前腿后部选取了不到一公斤的雪花肉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真漂亮 这个地方是红白相错的 这就是前肩雪花肉 前肩雪花肉 前肩雪花肉 这一块肉是这个猪身上最宝贵的地方是吗 卖价最高 那说到这个卖价的话 像这一块肉它能卖多少 在国际市场上 这一块就是按西班牙黑猪的这一块肉的话 大概是400欧元一公斤 卖这么高 对 这个猪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这个就是极品猪的档次 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猪种 包括这个安清六百猪 都具有极品猪的潜质 这块肉呢大概有个700克重 好 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边切的 对对对对 好 拿下来 你看它是越来越厚 看见吗这块肉 好 到了 拿下来 你看这一块肉这么大一块 在你眼中哪个地方是最特别的 最有特点的 翻过来 翻过来 哪 这个就像大雪纷飞落的一块红肉上 你放平了 放这 你看 点点点点 这都是白的 如果把这个白膜掀掉的话 它全是雪花 点点点点的 这么好 在你眼中啊 就是这是一块大宝贝 但是在我眼中 它只是一块普通的肉 我觉得当我尝起来才知道 用前肩雪花肉切成的涮肉 肥瘦相间 视觉上赏心悦目 讲究的人 只用白水 就能涮出地道的猪肉老口味 对对对 你涮一下试试看 像这样一片是吗 你要把它夹开 从那一角度看 我觉得真是好看 好 鸡头玲珑 就像您说的那样 红就像红玛瑙一样 这个白就像那种白玉一样 特别干净 漂亮了吧 到水里啊 一下 两下 几下 三下 跟着我走 四下 五下 拿起来 可以吃了 就基本上是五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了 可以吃了 那我不需要蘸一下 什么调料吗 你要蘸也行 不蘸的话呢 就是它的自然风味 很嫩 真是 是吧 虽然只涮了五秒钟 但是感觉到这个肉 因为过于鲜嫩 所以很快就熟了 这个 真是几番回味之后 纯脂留香 特别好吃 如果说这个红烧肉 它是以香为主的话呢 这个蒜猪肉呢 它是以鲜为主 你现在尝到的是鲜味 就是氨基酸 在水里的味道 其实刚才吃第一口的时候 我还会担心 这个肉因为没有加一些 什么盐啊 或者是佐料之类的 然后可能不太好吃 没有腥味 但是吃到嘴里之后 一点腥味都没有 而且感觉到这个肉 特别的鲜嫩 俗话说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中国本土猪 是经过千年培育 优选出来的 最适合中国人老口味的猪种 尽管时代不同 人们的口味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 中国本地猪种 留下的老口味的记忆 会一直伴随着人们